掌握财经市场脉动 找到成功致富关键 欢迎收听投资理财王 分析师精准的眼光 带您纵横股海投资好股票 让您轻松成为股市长胜君 致富关键就在理财 本节目由News98与理财周刊 共同直播 轮源 严义民 急如风 徐如霖 侵略如火 稳操胜券 轮源投顾严义民首席分析师 主角 109年金管投顾新资利010号 投资理财王 我是启真 一样问候大家 今天台股是下跌了55点 指数说在22185成交量的部分 居然只有2883亿 虽然还没包括盘后 可是也是激动了 轮源指数是下跌了0.24个百分点 但是贵买指数的部分 却是上涨了1% 接下来专家就要带来亮晶晶的股票了 还有分享 赶快来邀请我们论言投顾 首席分析师 严义民老师 老师好 News98亲爱的投资人大家好 我是论言投顾首席分析师 严义民老师 8月份即将要结束了 行情的话进入到下个礼拜 即将要进入到9月份 当然9月份的行情的话 严义民老师是非常看好 但是8月份这个地方有拉回来的股票 那这个地方的话 你要勇于的进场去做出一个布局 那8月份先蹲 那9月份的话很有机会 就直接往上冲上去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你看最近的一个成交量 大概就可以来做出一个研判 那目前为止当然投资人 那他不愿意去进场 那如果说已经进场的投资人 那如果股票没有赚 他可能也不会卖掉 那在所谓的买跟卖的部分 成交量都是维持在低档区 也就是成交量目前为止的话 好像都不到3千亿 但是行情进入到9月份就不一样了 那有些股票应该要表态 他就会积极的表态 那9月份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消息 会影响到外来的行情 第一个就是说季报的一个部分 第三季的一个季报 好 即将要作涨了 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苹果iPhone16的一个部分的话 在美国时间应该是9月9号 台湾时间的话应该是9月10号 即将要有这个展览 那苹果的一个邀请函的话 也已经发出去了 那这次的苹果 跟之前的一个苹果 这个区别性很大 区别性很大 那他在荧幕的部分 设了一个更高阶的更大的一个荧幕 这是第一个亮点 第二个 那他在所谓的画素的部分 拍照的一个功能 进行所谓的升级的一个动作 也就是重新设计了一个新的一个所谓的镜头 这个镜头的部分的话 可能功能的部分的话 会超乎你的想象之外 另外颜色的部分的话 也增加了一些新的颜色 比如说像泰晶的部分的话 它是采用所谓的沙漠泰晶的 一个新款的一个颜色 希望说能够吸引这个年轻族群的 这个所谓的购买力的 那最重要的亮点来了 那这一次的话 全新搭载这个A18的一个晶片 包含支援人工智慧的一个功能 那这个地方其实苹果 在卖手机之余的话 所谓的支援人工智慧的一个部分的话 我相信这个地方商机也是非常非常大 因为这个地方它是属于一个付费者 这个使用者消费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要做付费的动作 所以说今天台面上面 看到所有的苹果干年谷 里面的台虹哑光 郁金光 台光电 大力光这些股价的话 都是目前为止市场上面的一个亮点 那另外一个亮点的话 就是说今天我们所看到 机器人展的一个部分 机器人蒙利隐悍值得的一个部分的话 今天股价表现性也是非常强 吸引大家这个眼球注意的 就是现在最夯的 它叫做悟空概念股 那悟空概念股的话 它会推动什么 它会推动所谓的显卡的一个部分 它有所谓的新的一个功能 就等于说 你之前的一个显卡的 一个显示器的一个部分 那可能最近就是有所谓的新的一个商机 你必须要去做出一个更换 你必须要去做出一个升级的话 那就以所谓的悟空 这个神威板卡的一个部分的话 相信造成的台股 在近期而言的话 包含所谓的清云 成起的一个部分 它是持续的亮灯涨天板之外 汉迅的部分 利台的部分 我相信在外的股价部分 它也会进行反应 这个就是所谓的消息面 它会带动题材 题材面的话有机会 这个所谓的带动股价 那当然半导体的部分 严老师还是持续看 你可以去观察一下 这个所谓的指标性质的股票 6640的一个均滑 今天的话 股价是亮灯涨天板 股价是再创所谓的破端的一个新高 那刚刚节目一开始的话 我们的奇珍就告诉大家 这个涨天板 今天加速比较多啦 总共有大概36家 那严老师的股票 今天也不负重况啦 也是亮晶晶啦 那我们节目一开始的话 我们先跟我们的会员 跟严老师的家族 来做出一个报告 那这一档股票是我们一般会员的 那最近来参加我们这个会员 一般人都是参加 一般会员 那为什么这个月的话 一般会员人数会这么多 就是说他们对行情没有信心 他们认为说老师 我就做看看那没问题 我来试一下 那严老师非常欢迎大家 所以说今天这种简讯的话 刚刚好就是我们这个 普通会员 普通会员亮灯涨天板 来跟大家稍微的报告 顺便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做出一个核对的一个动作 那专案会员就是我们普通会员 今天时间点的话是在早上的10点55分 好那代号3498的阳城 好那今天的话就是属于一个亮灯涨天板上涨5.1元 太好了 普通会员 今天有做到这张股票的 我相信每个人都大赚 但是我先声明一下 我不是今天才去买的 我是在今天以前买的 跟大家报告一下 那简讯内容 那我们来念一下 那恭喜狂鹤阳城的话 代号是398 上涨了5.1元亮灯涨天板 我特别声明它是属于一个补量上空 所以说今天那个成交量来到了1.3万张 那昨天的成交量大概维持在5000张 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属于一个非常标准的 供给量能成型的话 股价即将要做第二波的一个供给以外 MACD注重体往上 那外资的话连续四个交易日的话 是站在所谓的买超 那周KT的部分的话是属于一个上涨 红黑红目前为止的话 多方格局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那月线的一个压力的话 还在高涨区大概在70块钱左右的话 我认为这个股票有机会循着 所谓的波段的一个行情的话 有机会持续的上涨 所以说我们在今天以前我们就布局了 我们绝对不是说今天涨停买才去做出个追加 我相信如果说你是袁老师普通会员的话 你都可以帮袁老师作证 那再度的强调一下 那持股虚报即可 要卖的部分袁老师一定一定会通知 但是说你不是我的会员 老师还是要跟大家声明一下 那股票操作的话你要买在起长点 不是说今天听到节目才去做动作 这个千万不要 那要卖的时候我会通知我的会员 我没有办法通知 我们这个听广播节目的投资人 好 袁老师在那边跟大家先说个抱歉 那今天礼拜二也祝袁老师的会员普通会员 周二愉快 袁老师非常感恩 那当然有人在问 老师你在简讯的这个末端的话都会写说 袁老师感恩 我真的是非常感恩 因为有了投资人的一个知识 有了投资人的一个信任 才能够让袁老师在这个舞台上面可以发光发乐 那在昨天的line里面又有人提到这个三本书 袁老师的著作 开盘拉法 多空阴阳线 还有所谓的史上 这个最佳的一个工具书 那昨天有人有拿到 那袁老师恭喜你 那如果说没有拿到的 你又想要的 顺便在下面练个功夫的 那袁老师非常非常的高兴 那你今天啊 没关系啊 我还是会开放给大家 但是名额的部分的话 可能就是少一点了 因为昨天送出去真的很多 那希望说今天 那袁老师再送一次 你有需要的没关系 就直接跟我们联络 那当然这个BOWER的部分 我们都知道嘛 它在放割嘛 所以说造成了新台币 之前上涨都是以所谓的分级 现在没有 现在都是以脚来算的 那新台币近期就是一天之内 狂升了1.5脚 一度的话高达31.7的一个价位页 创了一个所谓的收盘来 5月的一个新高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 我认为 未来的走势里面 如果说新台币 它持续上涨的话 我认为 在第三季作战以前的话 应该会带领这个外资啊 在所谓的季底作战之前啊 会掀起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乐钱的一个效益 乐钱的一个效益啊 这个大家就注意 这个就是所谓的升息上面 带来所谓的美元啊 开始转弱了 那台币的部分的话 未来会一时一时的狂升啊 这个地方跟大家 大家稍微报告一下啊 那至于说的话 这个辉达的一个股价 当然最近要财报了 对不对 那现在大家是看好 但是他们的 他们把目光当然是看在H100 因为这个所谓的辉达 它推出的新品的话 目前为止有三个啦 第一个叫H100 第二个叫H200 第三个的话 应该是所谓的什么 B的200 对不对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其实啊 那在最后第三个产品的部分 其实它有这个受到这个瑕疵啦 那应该最快的话 会在12月退出啦 那其实这个财报的话 是针对第一个产品叫H100的 那当然华尔街的部分啊 那就开始挑战所谓的目标价 但是有很多的投赢机关认为 说这个辉达的股价 会影响到所谓的台股 未来的一个表现啊 我个人的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子啦 如果说辉达的股价表现很好 可能对于台股的话 影响性不大 但是辉达的一个所谓的股价 它的财报如果出来不好的话 我相信对于台股这些 所谓相关干年股里面 影响上面会比较大一点点 那严老师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因为之前辉达的股价好的时候 其实台股啊 这些所谓相关的个股啊 它并没有 就是同步的来做出个波动啊 那反而在辉达 还没有公布的时候 其实台股那时候的话 AI伺服器的部分的话 其实已经大涨了一波啦 这些所谓的消息面 跟股价 它不见得会呈现 一定的一个波幅啦 那我们举个例子啦 就是说广达的董事长林百里 他就声明了 他说AI 这个未来的一个需求的部分 当然是最好的 那当然这个关键的一个 代工的一个伙伴 就是我们台湾的最大厂 就是所谓的 广达的一个部分啊 我认为目前为止啊 广达讲这个话 是有助于 你频道 谁的最强晶片 他所谓的出货提言 他的不确定性 我认为这个地方 其实对于投资人的话 要持续的看好 所谓的AI概念股 那当然这个台面上面 还是有些影响到 所谓的地缘政治的 一些消息面 那当然这个近期而已的话 我们就是看趋势而已的话 军工业目前为止的话 因应所谓的地缘政治 那各国政府啊 现在已经 可能在武器的部分 可能会加速的去买啦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 那我们台股里面的话 当然有一些是 针对无人机的部分 有一些是 对于所谓的造船的一个部分 我相信这两个族群里面的话 他获益的能力 应该是会更高 那当然中东啊 目前为止比较紧张 那油价的部分的话 目前为止的话 也占上了81块的一个美元 然后我这个地方 跟大家报告一下 经济的一个成长的话 这个油价 它就是要维持 大概在每一桶 好每一桶的话要接近 大概是85块钱以上 那如果说这个油价 超过每一桶100块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 就会阻碍这个经济的一个成长 但是有两个族群的话 其实他们对于这个油价上涨 其实就是一个大低多 第一个是所谓的硕化族群 然后第二个就是航空的族群 那航空族群的话 它会立体的去反映到 所谓的油价的一个成本 也就是油价上涨的同时 它会把它的机票 就是所谓的货运的一个部分的话 它会做立即的来做出一个调升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所谓一个尝试 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那大家的话有空的话 还是要去看一下这个游戏展 因为黑悟空的一个部分的话 造成所谓的板卡厂的 目前为止的话 这个换鸡草升鸡 这个升级换鸡草 目前为止的话 这个商机上面到底有多大 你有空的话 可以利用礼拜六 礼拜天 去到这个现场 去稍微的观察一下 我认为这个就是所谓的 实事求是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再加上所谓的美国 这个9月份 降息的一个几率 我说过了 那不是一码就是两码 如果三码的话就不对 这个我们今天的话 在节目里面讨论一下好不好 不对什么 这个老师不是降的越多越好吗 对不对 那为什么三码不对 因为降息一码 它是因为这个可能是通膨 受到打压了 对不对 所以说目前为止 稍微的要调一下 对不对 稍微的要调一下 调降 那如果说这个对不对 两码的话那也刚刚好 只是说它反应比较快 那老师为什么三码不对 三码就有问题了 代表这个经济上面 它是严重的衰退 所以说FED它虽然就很仔细 它大概就是一码到两码中间 它不会出格做到三码 所以说投资人 那不是说升息的时候越升越多 那降息的时候 你要一次降到底 那不是啦 它是参考各种指标 参考各种指标 那节目的话里面的话 老师必须要跟大家讲到一些 龙头性的股票 跟所谓的强势股 大家都知道 严老师喜欢做强势股 严老师喜欢做这个波段股 那今天在节目里面 讲了很多的股票 我等一下开始会讲代 如果说你录音也可以 那你手中有笔的话 跟指的话 你都可以抄起来 我认为这些股票 你都可以怎么样 持续的来做出一个观察 那有档新的股票 4583的台湾金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老师一起做啥 那这张股票 其实的话 你自己进去看一下都没关系 这边我就稍微卖个观子 我就不告诉你了 毛利率是54% 盈利率是33% 一档非常好的股票 股价进市比的话 大概就3.4倍 去年的一个现金股利的话 应该参考价就10块钱左右 那今年前两季 已经赚了8.2元 去年全年才赚10块钱 那你可以确定的 这档股票应该是 业绩大成长的股票 好业绩大成长的股票 那这档股票 你可以持续的最终 今天所的涨停满 是3000多张 另外一档股票 请注意的 那5234的一个星达 星达拆掉 昨天是量身涨停满 突破所谓的整理区 今天一样持续的 做出个补量上攻 也就两天 它是属于一个上涨 超过了17%以上的一档股票 好 就代表说这个股票 其实它多头已经成型了 但是这个地方拉回 有没有买点 那请大家要跟上 延老师的脚步 那至于说398的阳城 刚刚节目一开始已经公布过了 这是我们普通会员手中有的 绝对不是今天涨停满 才去追价的 在今天以前我们就开始布局了 3019亚光目前为止的话 我们会员还是持股虚报 今天大概上涨了5% 蓝天的部分的话 我们目前为止还是持股虚报 今天的话是占上了60块钱 占上了60块钱 那今天可能要多花点时间来谈到 我们的8043的蜜望石 好 蜜望石今天最低价 45块 43.95 这个地方投资人敢不敢买 我们问一下其中好了 不知道 不知道 这个太好了 我跟你讲 这个股票创新高的时候 大家都说好 股价如果是连续两天的拉回 我跟你讲 拔人问津 那今天的话 今天就是第二天的一个拉回 对不对 那拉回你说它跌的幅度也非常大 因为它是所谓的拉回修正 但是在这个底部区 有没有人敢买 我直接告诉你 严老师敢买 老师敢买 我今天有出手 我不是没有出手 我先讲 严老师是买在45.2元 那今天收盘价多少 今天收盘价47.3元 我今天躺多少 两块 对吧 严老师小时候算数很好 我跟你讲 就赚了两块钱 恭喜 所以说这个利用操作 你真的要找那种专家 你不是找那种普通工 严老师现在手中有两笔单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所有的会员都有这档股票 我有两笔单 目前为止 今天的售盘价47.3元 2比3都赚钱 也就是同样一档股票 我们讲简单一点 买在底部的一定赚 买在发动点的一定赚 但是投资人你的资讯 有没有那么快 没有 所以说资讯不是很发达的投资人 你可能 你的买价 对不对 你的买价可能超过50块钱 如果说你的买价超过50块钱 我保证你绝对赚不到钱 而且你现在会 会很紧张 严老师今天公布 我今天买的嘛 对不对 我价位也跟你讲了 45.2 对不对 这是第二笔单 我之前买的那笔单更低 严老师目前为止 蜜望时的部分 两笔单都赚钱 那未来的话 我们就是拭目以待 好不好 看这档股票 未来还会不会涨 还会不会喷 这种业细大成长的股票 亏转赢的股票 我跟你讲 严老师把握度 是非常非常高 那三本书 三本书要送给大家 开牌办法 多工营养线 跟所谓的最佳的一个工具书 你有需要的 你就直接拨打电话进来 那今天的话 严老师不增加 大家的一个负担 全部只要一个月的减讯费 就可以了 但是只有限定今天 如果说你要反败为胜 今天的机会 就是留给大家了 那也感谢大家 对严老师的一个支持 严老师非常感恩 谢谢大家 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吉证 好的 恭喜恭喜 好 今天呢 老师的这个阳城的部分 掌停板之外 还有老师呢 刚刚尾声提到了 这个8043的密忘史 今天呢 买进了第二笔单 恭喜哦 老师说 两笔都赚钱了 听众朋友 如果在操作部分 有疑问 想要跟上老师的这个节奏 记得利用稍后的活动资讯 同时老师呢 也大放送 希望呢 提供给大家 技术分析的 这个三本著作的部分 给有缘的好朋友们 大家呢 也可以多多的把握 听到的时候 就赶快 拿出执行力 拿出行动力 实际关系 再次感谢我们 录音头顾 熟悉分析师 叶米老师了 谢谢你 谢谢大家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 听众朋友 如果想要拥有老师的著作 欢迎 现在就可以拨打服务专线咯 02-2321-9933 02-2321-9933 三本著作开放索取 但是名额有限 请动作要快 那么另外呢 严老师也邀请大家 9月美国降息的几率大增 全球的股市呢 将渴望迎接下一波的大行情 今天严老师呢 推出史无前例168 老师说一个月的简讯费 通通都可以给您吃到饱哦 前十名还有专线服务 速播02-2321-9933 2321-9933 或者是加入Lite的好朋友 也可以在线上做咨询哦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